这张照片是哪个连续剧的剧照吗 穿的这种古代服装 适合在现代生活的大街小巷出现吗 这是真有其事 我们所要为您介绍的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一些城市的年轻人 所开始推动的所谓穿汉服的运动 随着中国大陆国力的增强 当然连带的也带动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 也很微妙的开启了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重视 因此习近平也说 传统文化正是中国的生命线 因此几年前开始就有年轻人说 既然大家开始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 那我们的穿着应该表现出来 因此开始去穿那些所谓的汉族所要穿的衣服 而这个当初也许开始只是标新利益 但后来开始他们务序的在公共场合 刻意穿这类服装来搏版面 也争取大众的注视跟认同 据说如今知识真相运动人数已经超过了百万 他们有自己的组织 自己的语言 甚至开始抵制了一些西方的习俗 包括圣诞节在内 当然也引起了社会的热烈讨论 究竟穿汉服是不是呢 这个运动背后所推动的价值观是什么 以及所谓的抵制西方文化 这又做得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青年们倒是很有兴趣 我们来看看真的穿这类的衣服 在你的日常生活怎么去过日子 衣美飘飘 衣居渺渺 古代装扮加上朦胧的寒韵之美 这画面让你想到什么 是江南水乡里的时代穿越者 还是角色扮演的爱好者 都不是他们是大陆正不断壮大的 汉服复兴者 这是两个多月前 蜂蜜网络的一组照片 南京工业大学校园里一个身着飘移汉服的女生 引来国际媒体关注 她是21岁的王婷婷 实际找到本人 果真又是一身汉服装扮 正在自己一手建立的汉服社里 翩然起舞 然而这仅是社团活动也罢 怪就怪在王婷婷坚持每天都要以这身装扮见人 不管走到哪 不论春夏秋冬 跟着她进入房间 衣柜不见一件时装 数一数将近20件不同款式的汉服 材料都不一样 比如说现代汉服的话 它有雪坊这种料子 还有毛泥 毛泥像冬天的 古代的话可能就是一些丝绸啊 或者棉麻的比较多 天天穿汉服 王婷婷已持续一年多 制装其实也不难 像她就是上淘宝找 几百块人民币就有 只是复兴中华文化 南京去年8月还有个花了70亿建成的中国科举博物馆 位在夫子庙江南贡院遗址上 看外观或古色古香 其中成牌的小房间原来是重现古代考场 总共两万零六百四十四间 据说还不够用 不止如此 来到科技馆强烈的数码馆 多媒体互动装置 还可以模拟古代考题过过瘾 富兴汉服其实不只有南京孤立撑着 而几乎是全中国的运动 青岛农业大学女学生脱俗的气质 吸引眼球 她汉服装扮俏皮伶俐 被称作北大小师妹 受欢迎程度还走红成了手机产品代言人 穿汉服追热潮 可能真的有人出发点只是响红 但这个已流失三百多年的汉服文化 重新被穿上 有更多人跟南京大学生王婷婷一样 是想找回属于自己的花流 现在就是韩国和日本 他们传承的都比我们中国的好 所以世界上很多人都觉得 是韩国和日本的东西 其实它是我们自己的 但开创汉服流行 其实没想象中容易 复兴口号早在2003年就开始流传 最初是一名叫做王玉良的男子 在网络上上传制制汉服引发热议 同年另一名在河南的王乐天 大胆穿着汉服上街 就这样2003年成了汉服元年 11年来追随着默默冒出头 2012年这个苏州汉服女孩秦亚文 因为天天穿汉服上了新闻 好奇她举动的人多 质疑她的人更多 痴迷汉服大学生三年准汉服上课 然后后来可能会被各种媒体转载的时候 会比较群魔乱舞的感觉 当时被媒体批判说她炒作作秀 逼得她还发声明澄清 但依然过我的秦亚文仍乐观地认为 人们不理解她只是因为不理解汉服 他们在汉服圈里称志同道合者为同袍 同袍间的聚会叫做雅聚 为了宣传自己的理念 汉服复兴者有得穿衣逛大街增加能见度 或者开设店面投入汉服制作 到了农历过年 他们还会自制网络播放的汉服春晚 长达两个多小时 还有人专门致力拍汉服为电影 电影不要沾门的 眼神有点忧郁的 我走出去就变成 哇 你看拍戏的来了 甚至我们遇到一个事 就是在公车上或者外面 遇到人帮忙这边 有个小伙子想揍我 那么如果现在穿着汉服 走在街上会如何呢 有电视节目实际测试 让这个女孩从中午12点到晚上7点 一直在北京打结晃 路过她露出不解的眼神 回头再看一次的人 多达百分之八九十 有人开口 你好 可以啊 这个衣服非常的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鲜艳 这些都还算是和善的 接近购物中心时 一个穿制服的人出现了 因为您的属于提装衣服啊 我这个是齐帮衣服 它是汉服 我知道 您当时说您那个 引起人的很多物件 据了解非官方统计大陆的 汉服同袍大约一百万人 与十三亿人口相比 只是小众 但一群人多年的苦心 也不是完全白费 2013年开始 名做此人方文山 也投入汉服宣扬了行列 连续两年 方文山都在浙江西唐 举办汉服文化周 第一年就来了上千人 穿着汉服旗具 除此之外 他还找周杰伦谱曲 自己作词 唱出汉服青史 中国素有 衣冠上国 礼仪之邦之称 穿上汉服 或许更该制约行为 去年底 一群大学生穿汉服 举着标语抵制圣诞节 就硬来不小讨论 难道支持传统文化 就该抵制其他文化吗 汉服的价值 看来会因为它 越来越被关注 而越编越名 感谢观看